日内第二次白宫椭圆办公室演说 拜登对着全国观众15分钟讲的就是尾巴冲突 刚从以色列回国 拜登重申全力支持以色列强烈谴责哈马斯 特别的是拜登把远在欧洲的另一场战争拿来比较 也就是说在拜登眼里不管尾巴还是乌俄 哈马斯或普钦都是西方民主阵线最大的存亡挑战 意思是说无论是乌克兰或是以色列 美国的支持都是坚定不移 而且这两者并不会有所谓的排挤效应 不管是美国的注意力 美国的重视程度 或是美国直接在军事经济上的一个支持跟援助 不只对内喊话 也是和国际盟友再三保证 美国合作与支持不会改变 而国际盟友也包含台湾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的蛛丝马 即显现说拜登政府会因为乌克兰 或是因为目前的这个以哈冲突 而对于台湾的安全 还有基于台湾安全法的相关的承诺 有任何一丝一毫打折 拜登电视演说另一个亮点 虽然怒骂哈马斯 但也强调巴勒斯坦平民和哈马斯 不能画上等号 其实拜登的讲话 还是有一些他的一个拿捏 跟他一个很谨慎的考量 只是再谨慎小心恐怕也没用 从中东到北非 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升到最高 因为在他们眼里 拜登就是帮轰炸巴勒斯坦平民的 以色列撑腰 黎巴勒美国大使馆 连续好几天爆发抗议 警方水柱催泪弹驱离 的确加萨医院被炸后 美国第一时间附和以色列 而来自美国的装甲吉普车 和铁穹系统也陆续交付以色列 拜登完全没有呼吁停战 这样的对立情绪还稍往欧洲 法国德国和英国 都有人上街挺巴勒斯坦 而针对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 仇恨犯罪一系暴增 瑞典枪吉 法国持刀刺人 还有德国汽油弹攻击 欧盟紧急开会讨论 甚至考虑大规模遣返 来自北非中东的非法移民 以把冲突影响全球扩散 金陵尾巴的约旦政府就评估 尾巴紧张对立 完全没有缓和迹象 最早时刻恐怕还没到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